任何一個婚姻都是辛苦困難的 我還沒有看過一個婚姻是不困難的 即使說維持得非常好那些人 其實也是維持得很辛苦的 維持得戰戰兢兢的 那我覺得說 其實是有能力的人 才有能力下定決心說我要不要離婚 是要有一個足夠的高度 甚至要一個安全感的人 那你是沒能力的人 其實因為婚姻有時候 能不能離婚要看命 那我覺得說 其實有能力的人 當然他在思考問題的方式 就會不一樣 比如說 你看當兩個人 其實都不用依賴對方 都有自己的主見 有自己打拼的一個天下的時候 其實彼此能推讓的空氣就很小 然後如果長期以來 大家都會覺得說 你們的自信就夠 都覺得說你們夠獨立的話 他可能就會更執著 更堅持自己的意見 甚至也不會覺得說 自己的堅持執著有什麼不對 然後我覺得說今天能走到今天這個 不管是什麼年紀 我覺得人生來講就是說 不要覺得說離婚就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不要覺得結婚就是一個什麼好的事情 其實結婚就是一個考驗的開始 離婚就是表示說 你有終於讓一個懸而未決的一個心情 終於一個塵埃落定了 那我覺得能這樣的人 有能力做這樣決定的人 其實就超幸福的 所以我現在看到很多人都看到說 覺得很可惜什麼那些 我都不知道可惜在哪裡 就是你可惜還在有一個標準嘛 譬如說 我覺得很可惜的原因是什麼 可惜的是說 這件事情其實可能還有一個 你自己可以找到一個智慧的空間 不見得是都沒有了 沒有存在了 你只要有看到 其實你還是可以在這裡面OK的 而且如果說有些人是離了以後 其實三方都很痛苦 比如說孩子 爸爸媽媽都是很辛苦的話 那個離就是有很多後遺症 可是我覺得他們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你判斷離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原因不會只有一個 不管是生活習慣 不管是自己的執著 不管就是說自己是不是夠固執 不夠就是給人家空間 不管是說財務出現了問題 你不要以為就是說 所有的有錢人 就是現在可能還是有錢人 就覺得他們就依然永遠都是有錢人 尤其在這個時代 全世界就是在大改變的時候 你看有多少富豪 就是從大樓頂樓這樣跳下來 就是可見來講就是說 其實這個時代可能是大家都很慌 也覺得說很多事情可能不是說 我一直下去都不會變化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很多人會做一個新的改變 或新的決定 聽不懂 比如說 因為這個時代就是反正 尤其是給你末日感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人 就會覺得說 好 我再不去這麼做 我可能就來不及了 比如說那天有人問我說 現在這個疫情過後 你會想做什麼 我說我想騎電動摩托車 遊臺灣 因為電動摩托車比較不累 不像騎家的車那麼累 然後為什麼要這個時候去坐 以前會覺得說 反正以後有機會去遊臺灣 這個在學那個節目 叫Auto bike 無意上游 有日本 就是以前會覺得說 反正我明天再去 後來再去 總有時間可以去 但是這次疫情會讓我覺得說 以後不一定有時間去 就會讓我 當一個末日趕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有些決定 你可能就會 這個時候想要下了